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酸檢中和就是低定的實驗 不過這裡就是考一些實驗的事項沒有牽涉到計算 如右圖所示酸檢中和低定實驗分態做指示劑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前面告訴過你的指示劑要放在下面追形平或蒸發明中 或者燒焙也可以 所以A是錯的 我們曉得它是一個放熱反應 所以拿溫度去量然後溫度會上升 所以B是錯的 我們說我們這裡得到的眼淚是綠化甲不是綠化鈉 考試的題目裡面很多的眼淚都是綠化鈉 但不是每一題都是這一題就拔式 所以它是綠化甲所以諸是錯的 所以正確答案就只有我們的分態變色表示 就是剛好中和 然後呢條件是氫離子末數等於氫氧跟離子末數 然後呢因為一個酸會有一個氫離子 一個鹼會有一個氫氧跟 所以大家都一樣全部的末數都一樣 所以我們當然就選C 所以我們當然選C 所以C是對的 所以C是對的 這就是跟你講一下 這裡基本上沒有什麼要特別要算的 就是一些有關於酸鹼中和的實驗 以及一些觀念而已 OK 那麼下一題 一樣這裡有一大M10號升的氫氧化鈣 然後低分態然後加鹽酸 然後請問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這也是考一下實驗的東西而已 停車戰界問 可愛大帥哥 帥哥 你們有34號 沒啊 34號沒來 31咧 31小老師大人 蛤 蛤你選的叫做蛤 請坐下 這邊分態這張子氏劑沒有問題 然後呢 你底下是氫氧化鈣鹼鹼性 所以分態紅色 加了酸會變無色 然後再無色 所以B選項的顏色寫的是相反的 這張子氏劑不是催化劑 所以A是錯的 然後有什麼時候剛好中和 它這個濃度是一樣的 可是呢氫氧化鈣會有兩個氫氧根 鹽酸只有一個氫離子 所以所需要的量是兩倍 要兩倍 所以那是20毫升 那最後就得到了氯化鈣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叫做蛛 答案叫做蛛 OK 這個是 來最後一個是兩個墨一樣 請問你這樣會如何如何 這裡面其實 我並沒有問你 他最後是酸性中性還是鹼性 這可以問了 可是他沒有問 但是就問了一些其他 有有有有 B是問的 有沒有成中性 好 墨一樣 誰一樣 氫氧化鈣跟鹽酸一樣 請問他應該什麼 來可愛大美女 美女 2號 2 你說B嗎 C 3 C請坐下 第一個酸鹼中和是放熱反應 所以A是錯的 B B 氫氧化鈣 墨跟鹽酸墨一樣 可是一個氫氧化鈣有兩個氫氧根 一個鹽酸只有一個氫離子 所以 酸鹼一樣 可是氫氧根的墨數是氫離子墨數的兩倍 相比之後還剩下一份的氫氧根 所以他應該是鹼性的 不是中性的 所以B錯 他出來之後仍然是電解質 所以可以導電 酸鹼中和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他至於可不可逆 就先不要理論 不要理他 原則上 原則上那個水會變成氫離子跟氫氧根 氫氧離子跟氫氧根變成水 這是可逆的 不過這個是我們暫時不要管 反正他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就對了 所以豬是錯的 所以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三題就是 讓我們去了解氫氧酸鹼中和的一些觀念 做低定實驗的一些注意事項 器材等等之類的事情 還沒有扯到其他真的計算 真的計算我們等一下再來處理